就把他的屠杀的单元楼整个都给封闭了 就因为他的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对这局的管控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黄某和他的家人身体都发生了一些症状 表现有干咳甚至有发热的情况 在小区的工作人员在询问的情况下 他们一直就是没有如实的反映这些状况 就是说家里面的人都没问题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社区干部 就是马上的就把他的屠杀的单元楼整个都给封闭了 就因为他的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对这局的这个管控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今天主要工作就是说对这个黄某 他的从武汉回来以后 在小区居住的这个时间段 他的那个活动轨迹来进行那个调查 取证 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就是通过他的活动轨迹 来发现他是否有其他的密切接触人群 欢迎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